绑定系统后 我陪在柳如烟身边 当了四年舔狗男友 会为了他兴起时的一句话 跑遍整个城市去买一块小蛋糕 拼命兼职赚钱 在他生日会送上随口一提的 昂贵高档的奢侈品 甚至在他朋友的派对上 为了不下他的面子 喝了让我过敏冰死的果汁 可在他初恋回国后 我却听见他说 记不打 不过是我空窗期的一个消遣 他身边的朋友都嘲讽我是认不清身份的舔狗 我却释怀任务结束 我也该过自己的人生了 装潢富丽的包厢里 柳如烟将手边的一杯芒果汁 推到我手边 博达 你喝一杯 他和朋友谈起 曾经为我吃了一块芒果千层 最后把我送进医院的事 结果所有人都不信 觉得柳如烟在夸大气词 他们都不相信我说的 你帮我证明 我的目光慢慢从眼前的杯子 落到周围这一圈人身上充斥着嘲讽 恶意的眼神 在他们眼里 我是在伊藤城出国时 趁虚而入的恶人 总是缠着柳如烟 他们不过是想看我出手的样子 燕燕 纪博达不是喜欢你吗 怎么现在连一杯果汁都不愿意喝 看来也只是嘴上说的好听 真是扫兴 花音落下 柳如烟脸上已经出现了几分迥异 这一刻 我仿佛又看到四年前那个倔强的 坐在角落里不肯掉眼泪的女孩 我不想吓她的面子 拿起杯子 一饮而尽 周围的声音静了一刻 转而哄堂大笑 赵燕走过来 单手搭在我的肩上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恶意 爽快 不愧是燕燕身边最甜的狗 她凑在我耳边 压低了声音 搭在肩上的手却用了力道 仿若千军 只是片刻 裸露在外的皮肤上 就隐约冒出了红疹 身体的不适 让我没了力气和她周旋 额角瞬间冒出了冷汗 赵燕冷哼一声 真会装 她是一腾成的发小 想来看不惯我 认为是我翘了她兄弟的墙角 看起来也没说得那么严重 燕燕 让她再喝几杯呗 我脸上已经湿了血色 不过柳如烟却没注意到 她这回正拿着手机 脸上的神色有几分心不在焉 文言 也只是抬了抬头 我打 如果不舒服再和我说 这句话 显然也是赞同他们的提议 一杯又一杯果汁下肚 我的胃开始反腾 喉咙像是堵了一块破布 窒息赶上涌 我强忍着不适 想去握住柳如烟的手 告诉她 我出去一趟 等会再来接她 可我的话还没说出口 她拿着酒杯的手一颤 她豁然起身 没注意到我伸出去的手 同时响起的是 照眼惊喜的声音 成哥回国了 现在估计已经下飞机了 一群人兴高采烈地商量着 要去给伊藤成接机 柳如烟被他们拥在最前面 她画着淡妆的脸上 十分平静 陪在她身边四年 我却看清了 她眼底难掩激动的情绪 她期盼 惊喜于伊藤成的回国 自然而然忽略遗忘了我 呼吸困难让我连开口挽留 都显得那么艰难 我再也撑不住扶着桌子 跪在了地上 逐渐昏暗下去的视野里 传来服务员惊慌的呼救声 在病床上醒来时 我下意识看向放在床头的手机 屏幕被我按亮 页面干干净净 没有期待的来电和信息 她的朋友圈却更新了一条动态 配纹给成哥哥接风洗尘 照片中 她眉眼弯弯地朝着另一个男子笑 神色是从未有过的喜悦 而她身边的伊藤成 西装革履 面容英俊 宠溺地将她拢在怀中 她们之间 仿佛在容不下旁人 心脏传来闷痛 捏着手机的指节微微泛白 我想起柳如烟喝醉那晚 我开车去接她 她已经醉得迷迷糊糊 却一个竟将脑袋往我怀里拱 湿漉漉的眼里满是依赖 把她放在副驾驶时 还不老实 猛猛地展开双臂来抱我 大着舌头说 记不打 你为什么这么好啊 以后不知道便宜了哪个小姑娘 我想回报她 最后还是克制地将她拂好 扣上了安全带 心中翻涌的悸动却久久不散 我沙哑着声音问她 那你愿不愿意当我的女朋友 静静的车厢里 半晌没有回应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准备坐回驾驶为开车 手突然被拽住了 路灯的光将她的轮廓度上几分满意 她笑意盈盈地抬眼看我 嗓音很温软 好呀 我要做博打的女朋友 让你以后只能对我一个人好 那一刻 我仿佛陷入了美梦里的欣喜若狂 她醒来以后 像是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 对我的态度越发亲密 汲取着回忆里的美好 我竭力忍下心中酸涩 仍旧存着一丝侥幸 或许 现在她只是因为 昔月的朋友回国而开心 因为过敏严重 哪怕我再三要求 出院的时间 也已经拖到了一周以后 这一周里 我发给她的消息 都如石沉大海 毫无回应 直到临出院这天 我才接到她打来的电话 纪博打 你去哪了 听到她声疏又别扭地换我全名 我愣了一下 彩雅声道 在外面 哦 你来雅泰轩接我 好 眼见她要挂断电话 我又闷闷地开口 你这几天怎么不回我消息 对面沉默了片刻 才道 我最近太忙了 顾不上回你消息 我很想问她 究竟是什么事 能忙到连一条信息都回不了 但最终不知为何 还是没有问出口 到了雅泰轩时 我却看见她挽着一腾成的手 两人的头靠得极静 像在说着什么 从我这个角度看 简直像在交警而吻 我的脚步置住 柳如烟却发现了我 脸上略微不自在 你就是纪博达 站她身边的一腾成笑了笑 收回了打量的视线 这几年多亏你照顾烟烟了 否则以她的性格 不知道要闯多少祸 一起吃顿饭怎么样 滴水不漏的场面话 又处处透露着强势 好似她才是柳如烟身边最亲密的人 一瞬间将我的身份排除到了不相干的人一脸 我忍不住皱了皱眉 心中微微不适 朝雅泰宣里走去便回头朝我说 这家的菜很出名 我早就想尝尝了 我只能留下 餐厅环境很好 定的位置在临窗 她跟着一腾成 十分自然地选择了她身旁的位置 我顿了一下 踩在她对面坐下 菜品很快上齐 她和一腾成畅聊着这些年的过往 像是要把这些年错过的时光一一弥补 眼前的画面和邪道让我感到几分刺眼 我垂下眼 习惯性地戴了手套包虾 放到柳如烟碗边 她很喜欢吃虾 每次带她出去吃饭 这项任务就自然而然由我代劳 一腾成察觉到我的动作 眼神瞬间会暗了几分 突然笑着转了话题 说起来 烟烟你以前好像特别喜欢吃三文鱼 这家做得不错 你尝尝 她用公块加了块三文鱼 放进了她的碗里 我想制止 下一秒却听见柳如烟眉开眼笑的道谢 要说出的话就这样堵在口中 明明以前 她曾和我抱怨过三文鱼的口感很奇怪 她最讨厌吃 此刻 看着她勉强吞咽的神情 我的心瞬间像被丢进水里一般 瞬间泡得又酸又涨 而直到饭局快结束 那几只虾都没被动过 孤零零地搭在晚年 我正想起身去结账 一腾成按住我的手 好整以侠地微笑道 借一步说话如何 离开了柳如烟的视野 我缓缓停了脚步 你想说什么 眼前的人文言 转过身来 脸上一直维持的温和假面彻底卸下 她随意地已在露台上 望着我的眼中满是轻面 还有几分居高零下的胶筋 今天这顿饭过后 我希望你能主动远离烟烟 我诞生问 是她亲口说的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以前是因为我出国 她难免孤单 想找个人来消遣消遣 现在我回来了 她自然就不需要你了 如果你还想体面点 最好主动担住她的生活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说这话的 一腾成冷笑了一声 再怎么也比你有资格 据我所知 你如今还在创业初期 资金周转困难 甚至连烟烟想要的一款包 都要四处兼职去赚钱 生活拮据 一穷二白 你难道要烟烟 以后跟着你吃糠烟菜吗 我的经济情况 并没有她说的那样不堪 但要让柳如烟 过上如现在奢侈富足的生活 确实还需要时间 这些嘲讽的话 并不能挑动我的丝毫情绪 可一腾成将我和柳如烟的四年 轻描淡写的说成消遣 这让我心中瞬间烧起火 我捏着拳 神色微微扭曲 几乎是咬着牙质问她 一腾成 当年你又是怎么做的 当年你出国 明明可以事先和她说明 选择将她抛在流言飞鱼里 当个缩头乌龟 前途你要 她的感情你又割舍不下 最后你选择了逃避 现在又来装什么深情 你怎么敢 我的话音落下 一腾成的脸色出现了裂缝 瞬间变得僵硬而阴沉 和柳如烟相识 是在高三那年 那段时间 我正心无旁骛 埋头学习时 脑中突然出现了一道机械印 她自称是系统 要求我找到柳如烟 想尽办法对她好 去赚取所谓的舔狗汁 为了不被屡次打扰学习 我只能妥协 见到柳如烟时 她正坐在天台的楼梯角 透进来的夕阳余灰 将她的校服染上一层暖光 她在哭 虽然不是那么明显 只是眼眶红红的 像只独自舔尸伤口的小兽 显得倔强又傻气 根据系统要求 我从角落里走上前 却把她吓了一跳 我十分不走心地安慰了她一顿 因为系统的任务 我每天都要想尽办法去接近她 我们因此相熟 我也终于得知了 她那天伤心的缘由 因为一个人的离开 那个人就是伊藤成 她从小一起长大的竹马 她的初恋 为了以后接手家里的公司 伊藤成在高三正年 选择了出国 在柳如烟向她告白后 她选择不告而别 同时断了所有 和她的联系方式 前途和她 伊藤成最后选择了逃避 独留她在时光的洪荒中 被流言飞语淹没 伊藤成的家境长相优越 学校里不知有多少人爱慕她 在这个风口浪尖出国 柳如烟每天要遭受的 恶意和揣测可想而知 而不知从何时起 我渐渐忘记了任务的存在 更像是本能的想对她好 那时周围常有看不惯我 喜欢用家境背景 来羞辱我的人 我不在意 柳如烟却十分气愤 她常常会攥住我的手 色力内忍地维护我 你们不过是 极度博达成绩优异又长得好 因为除了家境 你们找不到任何来抨击她了 她决定对一个人好 我甚至没去看对面几人难看的脸色 而是目光柔和地 看着她充满朝气又灵动的样子 那时我便想 那个人怎么舍得抛下她呢 后来我拒绝了为系统继续任务 对此 系统还曾不甘不愿地骚扰了我一段时间 甚至威逼利诱 她说 如果宿主选择和柳如烟在一起 就再也赚取不到舔口值了 而已经拥有的数值 也无法转化成百倍的现实货币 本来我接近柳如烟 就不是为了所谓的舔口值 心中的天平几乎倾向一边 我在系统的鬼哭狼嚎中 选择了显而易见的答案 从回忆里抽离 伊藤诚站在我面前 脸上平静优越的神情早就不复存在 眉宇间笼罩着浓浓的音译 显然 我的话也刺中了她心中最隐秘的角落 我和她一前一后走出去时 柳如烟十分疑惑地笑了笑 打据道 你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有什么话要聊这么久 难不成是一见如故 我还压着火气 几乎控制不住在心中讽刺出声 就凭伊藤诚对她的想法 除非我不爱柳如烟了 否则我们不会有心平气和坐下来聊的那一天 伊藤诚恐怕也有同样的想法 从餐厅出来 柳如烟像是终于感受到我们之间成语的氛围 主动提起话题 她背着手蹦蹦跳跳地走到前面去 转头朝伊藤诚说 你四年没回来了 前面新建了条商业街你还不知道吧 不如趁现在 我们去散散步 顺便带你看一看 我从来拒绝不了柳如烟的提议 而伊藤诚早就又恢复了那副气度冰冰的模样 温和的回应 好啊 其实这条商业街 我也曾和她来过很多次 因此轻车熟路 前面就有一家冰淇淋店 每次路过店面时 柳如烟总是走不动道 我正想踏进去 没想到她也习惯性的凑了上来 站在柜台后的老板看见我们 十分熟稔的笑起来 小伙子 又来给你对象买冰淇淋了 还是两个草莓盛代吗 不过今天做活动 店主的笑容带着善意的揶鱼 我还没开口 身旁的柳如烟浆了一下 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 她演示般的拍了拍我的肩 声音有点干巴巴的 恳切的解释 阿姨 她不是我的对象 她是 她是我同学 对 就普通同学 您别误会了 店主手上的动作也顿了下 诧异的抬眼 随即神色尴尬的道 哦 这样啊 我误会了 她也不再想吃盛代 扯着我离开了 直到远离那家店 她才轻轻松了口气 一藤城阴沉着脸色 目光带着点审视 烟烟 不是想吃吗 怎么突然走了 路边小店 总是不卫生的 我不想吃了 以后也不吃了 加上这一句 一藤城的脸色 才终于好看了几分 我的心却慢慢地沉了下去 犹如尽在了 自古寒冷的冰水里 一藤城不动声色地 看了我一眼 笑道 我记得烟烟说 有点东西放在你那 不如趁今天去拿回来吧 毕业后 我在工作室旁 做了监公寓 闲暇时 他来找我 我们时常会在公寓里 一起打游戏 看电影 或者一起下厨 柳如烟争了一下 轻轻说道 好 装修简洁的公寓内 灰色的布衣沙发上 有他用来盖腿的毯子 桌上放着粉色卡通陶瓷杯 厨房墙上 还挂着崭新的小胸围裙 很多很多 都是他曾生活过的痕迹 现在他要一一将这些抹去 我站在玄关 几乎没有底气去质问他 怕他更加决然地抽身离去 啪 柳如烟突然冲了出来 护在了他身前 他明媚的脸上布满了恐慌的泪水 怒声问 记博答 你干什么 一如多年前 他护在我身前一样 那副色力那人又可怜兮兮的模样 丝毫不曾改变 拳头硬生生改变了诡计 砸到了墙上 磕出了血痕 我抬起充斥着怒意和血丝的眼 狠狠盯着一腾城 他故意摔坏了我们的东西 他的目光落在地上的碎片上 脸上出现了失望和不可置信 一个百件而已 摔坏了可以再买 你凭什么打他 我今天却紧张地看着一腾城 准备带他出去找药店 我拉住了他的手 声音沙哑而干涩 透着几分固执和黄捧 柳如烟 你不可以食言 他愣了片刻 才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 顿时不耐地甩开我的手 最久那天晚上答应你的事 不过是胡话 你别当真了 那我们在一起这些日子 算什么 你懂得吧 我只是太无聊了 门被众虫合上 我终于动了动 俯身将地上碎裂的桃人 紧紧按在心口 他或许忘了 这对摆剑是曾经我和他一起去逃射 他亲手捏成 慢慢上色的 柳如烟曾笑着说 这个就当成我们的定情信物吧 可现在 他早已将这些回忆抛之脑后了 碎片的边缘并不锋利 可为什么 我竟会觉得心口处像破了的洞 空落落的 又一寸寸的发疼 我将自己埋头在工作和忙碌中 浑浑噩噩度日时 却收到了一条短信 自那日分手后 他第一次主动联系我 发过来地址说要再见一面 我捏着手机 几乎要将那短短一行字盯出洞来 内心的声音在嘲讽叫嚣 纪伯答 你这样照之即来挥之即去 真是犯贱 明明只要将手机扔在一旁 就可以不去理会 但眼见着时间要迟了 似乎有一根无形的手指 在挑动着脑内神经 令我烦躁难受 最终 我还是开车去了他说的见面地点 可我没想到 会亲眼看见他和一腾成 抱在一起的场面 他亲密地靠在他怀里 被他抱着上楼 一腾成感觉到亮起的车灯 似乎朝这里瞥了一眼 我坐在驾驶位 透过车窗和浓重的夜色 目光灰暗地看着那一幕 内心撕裂般的平静汹涌 清除柳如烟不可能主动联系 却还是来了 我真是犯贱 很快 十二楼那层的灯亮起 被强压下去的汹涌情绪 瞬间猛烈低膨胀起来 车门在暗夜中发出巨响 门牌号1201 一门之隔 清晰入耳的唇舌交缠声 似乎是他的被撞在门上 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 他嘀嘀呜咽了一声 细微的响动 如一根会扎人的毒刺 瞬间令我抑制不住暴怒 开门 动静停了 我沉着脸 想要踹开时 一藤城拉开了门 露出了那张虚伪又得意的假面 是你 柳如烟呢 我盯着他问 你说烟烟 我怎么会知道 一藤城语气散漫 倒是我养的猫 胆小怕生 你可不要吓着他了 我就不方便请你进去了 明晃晃地嘲弄 我差点控制不住 将拳头砸到他脸上 柳如烟 你出来 我送你回去 我硬邦邦地说完 室内毫无回应 可我的视线 却落在玄关柜子后 那片露出的洁白裙角 微微晃动了一下 又归为沉寂 我的神色渐渐僵致了 刚刚我还抱着他 或许是喝醉了不清醒 又或者是被一藤城 强迫的可能 直到现在 我无法再自欺欺人了 柳如烟 他不想跟我走 我瞬间感到颓然 一藤城在我面前 做了个滚吧的口型 重重关上了门 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下楼的 一藤城的家世 我可以通过创业打拼去比肩 一藤城对他的好 我甚至可以 比他更付出更多 唯独 我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强求的 是柳如烟的爱 我去一旁的便利店 买了包烟 和柳如烟在一起时 我从来没有抽过烟 第一口 我不熟练地呛了起来 我想起我们在一起的 那段时光 我唯一一次凶他 我说柳如烟 你知道擅自留在一个 男生家里过夜有多傻吗 其实我现在是你男朋友 也不行 那时刚开始创业 我不能任性自私地 将他的一切压在我身上 想来 他根本没听清我说的话 又或者 他早就认定 一藤城是他要共度一生的人 楼上的灯亮了 又灭了 他不曾下来 烟灰落了一地 我对他的爱意 好像也随着这燃尽的灰 慢慢消失 直到最后 我望了一眼楼上 心中已经在没有任何波动了 我去车离去 回去的路上 一直未曾出现的系统 突然出现 这一次 我倒没有嫌他过躁 他在我脑中 自娱自乐了一番 最后悠悠叹了一口气 宿主 我早就和你说了 现在后悔了吧 不过 现在还有机会 你没和柳如烟在一起 以前赚的数值 通通可以转换成现实货币 后悔吗 好像没有 只是遗憾 我冷静地回复系统 好 我确实可以靠自己创业 拉投资 只是那到底是一条较长的道路 摆在我面前 现成的资源和捷径 我不可能在清高地拒之门外 有了启动资金 再加上前期的充足准备 公司慢慢步入正轨 事业如日中天 我受邀参加一场商业舞会 面前穿着一袭礼裙的年轻女孩 也愈得朝我眨了眨眼 季总 能不能赏个面陪我跳支舞 她是合作公司老总的女儿 冷清秋 谈合同的时候见过几次 出于礼节 我微笑着回到 荣幸之至 舞会的音乐响起 我将手徐徐搭在她腰上时 手臂突然被扯了一下 我转过头去 看见了许久未见的柳如烟 她脸上是毫不掩饰的怒意和不解 继伯答 她是谁 不介绍我认识认识吗 这一不大不小的插曲 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注视 冷清秋眼神在我们身上游移了一下 挑眉道 家务事 我朝她歉意地笑了笑 冷小姐 不好意思 先适赔了 拉着柳如烟来到角落 我才放开她的手 但深问 有事吗 她穿着白色礼裙 脸上薄湿粉带 却因为怒意透出一丝红韵 她是谁 你为什么会和她在一起 我默了片刻 才平静道 这一切和你有关系吗 柳如烟似乎噎了一下 脸色又涨红了几分 那你也不能和她在一起啊 我们只不过才分开一段时间而已 四周萦绕着悠扬的音乐 我头一次感到有些疲惫 我看着她 很认真的说 伊藤诚呢 你应该是跟着她来的吧 话音落下 她的表情瞬间不自然起来 甚至慌乱地朝四周看了看 身子顿时一将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在人群中 看见了伊藤诚那张极度阴沉的脸 她和我对射了一眼 快步走了上来 将柳如烟拉到了她身后 咬着牙道 记博打 不 应该称呼你一声记总了吧 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啊 我的神情也冷淡了几分 公司运作前期 伊藤诚曾暗中给我下过几次绊子 虽然不痛不痒 没造成多大损失 但同样也没留下任何证据 我转身离开之际 目光不经意落在她的手上 忍不住醋了醋眉 她抓着柳如烟的手腕 已经握出了一圈猙獰的亲子 我的唇动了动 但最后 还是什么都没说 只是我没想到 伊藤诚会不惜以这种方式 来给予我警告 一夜之间 媒体和娱乐报纸上 铺天盖地地散播出一组劲爆的照片 照片中柳如烟闭着眼睛 笑容甜美地依偎着躺在伊藤诚身旁 伊珊有几分凌乱 背景很显然就是那夜 虽然没有过多暴露的地方 但传达的暧昧信息 以及两人的身份 足以在网路上掀起一部舆论狂潮 我面无表情地关闭了页面 伊藤诚在向我宣示主权 同时也依在向柳家逼婚 承接昨夜柳如烟的出格 一家的权势背景高于柳家 若他有意联姻 柳家绝对不会不同意 显然 他怕夜长梦多 已经等不及了 可这些 都和我没关系了 现在 我更关心前两个月和一家公司交手时 挖出的一条线索 顺着这条线查 或许能给我个意想不到的惊喜 舆论下 一 刘两家很快举行了婚礼 这场风波才终于平息 但这天深夜 却有一个陌生号码打进了我的手机 我接起来 听见了柳如烟有些嘶哑的声音 博打 我皱了皱眉 想要挂断 分开那天 他就拉黑了我所有联系方式 所以我并不清楚这是他的号码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 似乎察觉到了我的意图 急忙到 别 别挂断 我身体很不舒服 你能不能来看看我 熟悉的语气 瞬间将我拉回了几年前的回忆中 几年前 我会为了他兴起时的一句话 跑遍整个城市去买块小蛋糕 无论什么时候他想见我 我都会马不停蹄地赶到他身边 甚至为了不下他的面子 毫不犹豫地喝下过敏的果汁 他自小被家人娇虫长大 我自然也不能让他受委屈 现在想来 装装见见 其实都透露着卑微 我道 你应该找一腾城 明明很平常的一句话 柳如烟却像被触及了伤处 崩溃地啜起起来 博打 博打 我后悔了 我现在才明白 当初对一腾城只是年少爱而不得的执念 甚至带着幼时回忆里的滤镜 我根本不了解他 不爱他 我喜欢的是你 博打 只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对不起 我声音仍旧平淡而冷静 或许 你只是习惯了我的陪伴 他瞬间激动起来 不是的 答应和你在一起时 我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只是我自己却没有发现 是我错了 我后悔了 我沉默了很久 最后选择了挂断电话 我不知道这番话 若是他能再早点对当初的我说 未来的走向会不会不一样 但如今 我确实已经不知道再如何回答他了 心境不同 我们也再回不到过去了 毕竟 一腾城的偏执和强势 我也算有所了解 不再牵扯 是对过往所有最大的仁慈 可我没想到 他今天说的身体不舒服 竟然并不是借口 一个月后的早晨 我正要坐上去公司的车 一旁的花圃里 突然冲出了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 身旁的保镖下意识拦住了他 我皱着没看过去 却在看清他面容的时候 彻底睁住了 是面容极度憔悴的柳如烟 他的脸色甚至透出几分灰败 显得死气沉沉 保镖得了我的示意 松开他 柳如烟拉住了我的西服衣角 闪然泪下 我打 我求你帮帮我 只有你能帮我了 他面色凄惨地说起 这噩梦般的几年 和一腾成成婚后 他们过了一段和谐又甜蜜的日子 只不过 这段和谐的日子 几乎可以用短暂来形容 很快 一腾成偏执多疑的本性 便暴露无遗 他时常会怀疑柳如烟 和其他男性有所来往 怀疑他早就变心 因此时常随意查看 没收他的手机 将他关在别墅内 不许和外人接触 甚至在过度揣测下 对他施暴 就连他的父母 也开始劝他忍受 毕竟一家的权势 不是他们惹得起的 说到这 他再也忍不住弯下腰 扶下肩膀 失声痛哭起来 我曾有过一个孩子的 就是被他生生打流产的 我恨他 我恍然间明白 原来一个月前 他说身体不适并不是借口 他流产后 身体亏损虚弱 一腾成经常在外面的 风月场所流连 不常回去 所以他才能在那天 寻到机会打电话 而这些日子 他故意形容邋遢 让一腾成厌烦 才终于逃了出来 他看着我 眼中早已失去了明亮的光 只有无尽的懊悔 我早该明白 他若真的爱我 当年会不告而别 又怎么会用舆论逼我成婚 我默然了半赏 视线落在他露出的 伤痕斑驳的手臂 半赏后才终于缓缓开口 我会帮你 同时也是帮我自己 很快 一则实名举报的视频 轰动了网络 举报对象是当今的 一家掌权人 家暴 私得有亏 再加上这些年挖出的铁证 一家多名股东涉嫌行贿 一腾成知情默许 说个罪名 哪怕一家权势再大 也难保全他 更何况 一家名下的公司 现在更是一片风雨飘摇 一腾成郎当入狱之前 我托了个律师 几乎是威逼 让他签下了离婚协议 一切尘埃落定 离婚协议在之前 就被我托人寄给了柳如烟 我出神之际 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了 冷清秋笑意盈盈地走了进来 怎么 帮前女友的离婚官司打完了 难得看纪总这么空闲 这一年来 我和许家公司的合作越发紧密 他作为接洽人员 时常出现在我面前 我对他的性格也算有几分了解 顿时无奈地说道 别开玩笑了 合同的条件考虑得怎么样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开玩笑 冷清秋脸色突然正经了几分 我说真的 要不咱俩撮合得了 我老爸已经在催我婚事了 我们干脆连个音 让合作更紧密点 你觉得怎么样 话题转换太快 我难得顿了一下 认真看了冷清秋一眼 他眼中并没有任何男女之情 看来真是被催得烦了 婚姻大事 不能敷衍 我暂时没那想法 我诞生到 他顿时黏了 冷清秋离开后 公司也没什么要处理的事 我准备提前回去 走出公司门口时 却被突然出现的柳如烟拦住了 他的气色相较之前好了很多 画着精致的妆容 我将目光放在他身上 你找我有事 他深呼了口气 才仰头对着我道 我答 我来试 想问你一句 我们还能不能重新开始 我刚才看到冷清秋了 依我对你的了解 若你喜欢他 你们早就在一起了 所以我还是有机会的是吗 他望着我 眼中蓄起期待的光 只是 这光在凝滞的气氛中渐渐冷静 最后 我开口打破这份寂静 等一下让司机送你回去吧 我停顿了一下 才到 或许 柳如烟 我们该各自开启新的生活了 转身离去时 我听见他在身后含着哭腔 不甘地质问 记不打 我们的曾经 你是不是都忘了 脚步微微一顿 我却没有回头 回去的路上 车子经过高中时候的母校 透过车窗 校门口有一对青涩的少年少女 正在嬉戏打闹 眼前恍惚一瞬 仿佛时光重叠 直到这一刻 我心中才终于有了确切的答案 记忆从未曾淡去 只不过 我和他的过往 早已是一地枯枝败叶 我不能为了已经凌落的曾经 无视奔我而来的明天 全文完 勿扣 BrahM 感谢观看